克里斯保罗上个月遇火箭队达成了一份四年价值1.6亿美元的超级合同,未来四年这位明星后卫皆将继续留在火箭队中打球,也就是说,可能直到退役保罗都会留在火箭,并且在火箭队中退役。 如果保罗再年轻三岁,他完全值这份大合同,不过现在,保罗已经34岁了,很难想象在保罗38岁时还拿着火箭队的每年4000万以上的大合同,这严重伤害了火箭队未来的补强之路。 不过事已至此,我们只能拭目以待,没准保罗会在38岁时依旧强力。 谁知道呢? 总的来说,下赛基保罗的健康,已经成为了火箭队最为关心的一件事。 火箭管理层一定也得祈祷,保罗请千万万别再向上赛基西部决赛那样受伤,那样的花火箭队的大合同,也算是打了水漂。 为了让保罗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和喘息时间,火箭队今年夏天找来了麦卡威,在选秀大会上也选中了排名不高可实力不弱的得安东尼·梅尔顿,可以说,保罗这次真的得到了两个强力替补,火箭队一号位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。 至少保罗可以每场比赛,都能够在场下安心的休息15分钟了,麦卡威大家比较了解。 他先年27岁,新秀赛季就是他的颠簧期,后来的由于过多伤病而泯然众人,变得比较普通了。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在NBA第一场比赛里,得到了准四双的数据。 那场76人战胜了拥有詹姆斯的热火队,新生梅尔顿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据说他此前的预测排名是选秀大会的第10位到20位左右。 不过调到了46顺位,也算是火箭队的运气。 莫雷毫不犹豫摘下了他,在下季连赛与骑士队的淘汰赛里,梅尔顿面对着明星星秀柯林赛克斯顿14毫不手软,拿到了16分期助攻是蓝百四强短的准三双数据。 他也会是麦卡威下赛季一号位替补位置的主要竞争者。 那么下赛季火箭一号位上将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场面,准四双后位麦卡威VS这分双后位梅尔顿。 两人的共同叠式都比较喜欢防守,防守是他们的强项。 在身体素质上,麦卡威是那种高大型空位,而梅尔顿则是那种像洛瑞一样的力量型空位。 梅尔顿的投射能力更强,尤其是三分球是他得分的主要手段之一。 麦卡威投篮不行,上赛季在黄蜂队场均4.6分2.6篮板2.24入攻,不过投篮命中率只有33.2%,三分命中率更是低至23.7%,几个赛季以来,麦卡威的三分命中率从来没有超过30%的。 由此可见他的投篮能力相当一般,那么下个赛季火箭后场霜的将为了一个空位替补位置,进行全方外的对抗。 究竟如此选手,还要看个人的发挥?